大家好我是天狼 我又开始碎碎念了 今天要念的是冬简和控水 是好朋友 一定要让他们在一起 先控水再冬简 简之后再还要控水 你看我这盆蓝色衣语 我简完这伤口干妈的 多好一月份了 冬简的时候容易发生的问题 就是伤流 那么像我们南方地区 月季休眠 不是很彻底 根系还在继续吸收着水分 修简这条后 因为温度低 伤口愈合的速度非常慢 它这个植株体内的液体 这个水分就顺着这伤口 滴答滴答滴答流出来了 这就叫伤流 那么伤流话说 你流的就是流出来水怕啥呢 你要知道植物体内这个水分 它养分都溶解在这个水里面 流掉了 就是把植株体内储存的养分 都流失掉了 非常影响明年春天的开花 那么你就算你再浇水 那么它会把里面的养分 全部稀释掉 所以说如果明年春天 你再视频不及时的话 那损失就产重了 那么预防伤流 我们最常见的 是有这么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使用封闭剂 我们剪完第一时间 涂抹这些伤口 这个其实是在果树上应用的多 像我们有些这么多伤口 你涂起来太费事了 另外呢 蜂蜜剂也是要做好控水 否则的话你剪这个伤口 立马就流出来水了 你再厉害的蜂蜜剂出水了之后 还是涂抹蜂蜜不好 第二种办法就是 有人说拿个打火机聊一聊 给它烧干嘛了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像种水果的葡萄会这样 但是你没觉得效率太低吗 在农业上我们只能说它是个办法 但它不是个好办法 因为工作效率太低 而且没有太大的使用性 所以说这也就不推荐了 那么推荐的第三种办法 也就是最简单最实用的 就是控制浇水控水 我们在冬天之前停一段时间停止浇水 叫这些盆土表面有一定的干燥度 海水量低 海水量低不单单说是 我根不吸收了是啥呢 我们冬天的时候 我海水量低 我这个根系快速成熟 老化毛细根快速死掉 毛细根死了 它不吸收水了 不吸收那么多了 它不就不流了吗 就这么简单点事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一定在冬减之前 最好进了11月份 浇水频率就降起来 然后加上日常经常下双 你看我这颗 减完了一点水都没有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地里 我们也都控水啊 对吧 所以说 只要我们不是拿过 拿起来 这个盆土变得飘轻啊 其实都没有问题 当然了 今天飘轻了 我浇点水 那就等几天再剪 等盆土稍微干嘛 适当的决清了 但不是特别清的时候 你就剪 那么剪完之后呢 我们就放在阳光底下 它会有风的地方 伤口快速地收敛干燥 那这样的话 过个一个礼拜之后 你再交水 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这种办法 既经济又是会 操作又简单 我找不到一个任何的 一个理由去拒绝它 我是天狼 我们下次再来说一句 请 bijvoorbeeld继续